周末一文志 遇见每一个值得记住的光影瞬间 当新的专辑离他上一张 周杰伦的床编故事已经过去了 三年又三年 整整六年的时间里 这六年时间当中 我们看周杰伦由瘦变胖 当导师出单曲 现在又生了第三个孩子了 就是一直没出新专辑 但是你要承认的一点 就是传奇就是传奇 就变是人不在江湖 江湖当中都是关于歌的传说 所以这次一重出江湖 马上是风云再起 在一周之前 也就是7月8号的零点 他的这张新的专辑 叫做最伟大的作品 把12首歌的歌单 全部公布出来了 12首歌新歌旧歌55分 怎么说评价不一好坏参半 那么在我们等待 今天即将发的 另外五首的新歌之际 我们要和大家聊聊 上周所发布的先行曲 也就是跟专辑同名的 叫做最伟大的作品 还有这首歌里面的背景故事 为什么会讲一首歌呢 其实是因为真的和我们周末一文句 这个内容的设置 还是蛮契合的 所以歌曲上周一放出来 就有很多人对里面的歌词 所涉及到的那些 艺术话题非常的感兴趣 甚至有人开玩笑说 还没点文化 还真听不懂他那些歌 那么到底这张最伟大的作品里面 有什么样的艺术内涵呢 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一一揭晓 那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呢 与其说最伟大的作品是一首歌 倒不是说它是一个故事 如果大家看了那个五分钟的MV的话 就会发现 它像是一个微缩版的午夜巴黎电影 周董化身成一个时空旅人 他穿越到了一百年之前的巴黎 和众多伟大的艺术家们相遇的故事 那他在玛格丽特啊达利的面前变魔术 然后又去参观长玉的工作室 还和莫奈一起去切磋艺术 最后呢 还给文学家徐志摩 放上了一杯自己变出来的咖啡 另外就是歌词当中啊 时不时的还出现了什么蒙克呀 梵高呀 马蒂斯啊 等等艺术家的名字 整个MV融合了周杰伦最爱的几个元素 有魔术 有穿越 有电影 还有和他的好伙伴朗朗一起来斗钢琴 另外就是这种永恒的少年心了 整个看下了 我觉得画面异常的美丽 看的人是眼花缭乱 我们先简单的和大家说说这首歌的这个背景啊 那早前呢 周杰伦专门拍了一部纪录片 来记载整个专辑诞生的过程 在视频当中啊 他透露了一点 就是新专辑当中呢 会有一首老歌 所以他们在2019年 也就是疫情开始之前 就专门到欧洲到巴黎去采风找灵感了 他们为了配出 就找出那种相适合的音 专门去找老旧的麦克风来配着表演 还有专门找了一台1812年的老钢琴 那这首歌的词作者呢 是他的一个老搭档 也就是以赴之名的词作者 叫做黄俊朗 他说 为什么这个歌叫最伟大的作品是有它的原因呢 后来他专门发微博说了 他这么说了 他说 连一直以来总是假装谦虚的 我就认为 这样也没有什么内容 比这一次更适合这个名字了 其实大家一定会觉得你怎么这么不谦虚啊 不是他不谦虚 他也不是说自己写的这首歌伟大 而是说的是在这首歌里面出现的 100年前的那些艺术家和艺术作品 到底有多伟大 好 刚才说的这些 基本上就是这个歌曲创作的背景 算是介绍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为啥我说它是最伟大的作品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个开场的词是怎么唱的 词里唱 歌穿着复古西装 拿着手杖 弹着魔法乐章 漫步走在沙玛利丹 被岁月翻新的时光 望不到边界的帝国 用音符筑成的王座 我用琴剑穿梭1920错过的不朽 好 第一个话题来了 为啥是沙玛利丹百货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一开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 这个穿过了巴黎的夜景 然后眼前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建筑 上面写着这个沙玛利丹这几个这个法国的文字啊 沙玛利丹呢 是法国巴黎地标建筑的一个百货公司 大家说是吗 我们去巴黎的时候都逛的是什么老佛爷或者是巴黎春天呢 其实沙玛利丹啊 在法国巴黎人的心目当中是绝对最有分量的一个存在 因为它呢是在1870年就开业的一家百货公司 如果问当地人最初对于百货公司的记忆的话 那就是沙玛利丹了啊 那么算算1870年到今天已经是152岁了 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沙玛利丹不仅仅因为它拥有非常优越的这个地理位置 大家看它这个周围去哪逛都可以算得上是城中心的地方了 另外它还创造了当时的一些非常新颖的销售概念 比如说在货品的上面就直接标好价格 让买的人能够看到价格 另外呢 他们还把商品按照不同的部门来进行分类 还有一点呢 就是可以提供试穿的机会 大家听会觉得这在今天不就是百货公司最正常的一个样子吗 对就是沙玛利丹开创了百货公司的模式 什么一楼卖化妆品啊 二楼是首饰 三楼女装 四楼男装 五楼同装 六楼是吃饭的地方等等 这种在150多年以前其实是没有的 沙玛利丹他们就创造了这样一种销售的模式 而这种模式即便到今天也在各大百货公司当中仍然是适用着的 另外沙玛利丹呢 它其实在这其中走过了很多年的辉煌 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 这家公司被他的这个家族企业卖给了LVMH LVMH集团呢 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 大家熟悉的这个路易威登 就是这家集团公司旗下的 但非常可惜的是 LVMH把他们刚买下来之后呢 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要停业了 因为这是一个已经有100年的历史的老楼了 所以存在着这个关于房屋的质量 建筑不符合现代安全标准的情况 勒令他们关门要必须进行一些整改和翻修等等 谁都没有想到这一翻修啊居然用到了16年的时间 一直到去年2021年的6月份沙玛利丹在16年的装修之后才终于重新和所有的消费者见面 是不是大家觉得太夸张了 你知道吗 LVMH集团用了整整7.5亿欧元才把它进行了全新的这个装修 那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厅堂呢 是他们的中央的这个大楼梯 这个楼梯已经存在了100多年了 在这次的这个重新装修当中啊 它是保留下来的 为了在不破坏它的这个最初的状况之下 还要进行完全全新的加固 所以大家看楼梯上一共装了16000多片金叶子 所以现在远看的效果是多么的金币辉煌 话说在去年6月份啊沙玛利丹开业的时候 居然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去给他重新开业来进行剪彩 大家想想这个级别有多高 哪个国家总统会去给一个商场开业剪彩呢 可见它的重要性了 不但如此啊 这个马克龙还胜在说 这就是我们法国的宝藏遗产 所以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 周董的这首歌当中 为什么会把沙玛利丹放在最前面 而且还唱的是 漫步走在沙玛利丹被岁月翻新的时光 你看人家就是16年翻新之后 152岁的一个建筑啊 对不对 所以绝对是非常经典的 具有巴黎代表性的一个开场 再来看这句歌词当中还有一句 我用琴剑穿越1920错过的不朽 为什么是1920年代的不朽呢 因为1920年代整个巴黎 炙集了众多的艺术大师 周吉伦的这首歌里 致敬了诸多的大家 包括像有长玉 梵高 马蒂斯 达利 还有玛格丽特 莫奈 蒙克 另外还有中国大家非常熟悉的徐志摩 那他到底是怎么样去致敬的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MV当中出现的第一位艺术家 他就是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画家 雷内 玛格丽特 先来看看歌词是怎么唱的 歌词是这样唱的 啊 偏执是那玛格丽特被我变出的苹果 超现实的是我 还是他原本想画的小丑 不是烟斗的烟斗 脸上的鸽子没有飞走 请你记得他是个画家 不是什么调酒 玛格丽特呢 他是1898年出生在比利时的一位超现实主义的画家 其实最早的时候他通年生活还是不错的 但是在他14岁那年呢 他的母亲投河自尽了 最遗憾的是他当时是在母亲打捞出来的那个现场 所以这段失去母亲的悲痛记忆 给他后来的这种比较抑郁神经质的性格 助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当妈妈的这个尸体被打捞出来的时候 他看到妈妈的这个服尸 整个脸是覆盖在脸部的这个衣服上的 就衣服全部搂起来把脸盖住 这个给玛格丽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他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画的人物当中啊 都是拿这个衣服和布把脸整个盖着的 包括他著名的这个作品叫做爱人 后来在1927年的时候呢 玛格丽特就迁居到巴黎了 进入到他的创作旺盛期 那他的作品呢 也跟他的性格是息息相关的 他会画一些很熟悉的 很普通的一些东西 但是却给他有一些新的意涵 或者是把很多不相干的东西扭合在一起 给人一种很荒诞的感觉 他其实就试图通过这样的手段 来打破现存的常规解放思想 比如说歌词里面有一句说 不是烟斗的烟斗 这个就是玛格丽特非常经典的作品 他在当年画了一个烟斗 当然底下写了一行 在这写的是 这不是一个烟斗 大家说你这是不是写错了 这不是矛盾吗 玛格丽特实际上就是想探讨 一个词语和一个表象事物之间 这种对等的关系 图当中的确不是一个烟斗 它只是一个烟斗外形相似的一个图像 为什么我们就要说它一定是个烟斗呢 所以这就可以看成人们在思想上 通常会对事物的本身有一个既定的判断和认识 就认为一加一就一定等于二 但是这其中可能会藏有矛盾或者是错误 MV当中的周杰伦在餐厅里面 他是给画画的玛格丽特用小丑的红鼻子变出来一个青苹果 而苹果其实也是玛格丽特的画作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符号 MV里面引用的就是玛格丽特一个作品叫做人类之子 这个里面算是玛格丽特的一个字画像了 他用苹果挡住脸的这个概念 其实就想提醒着世人 你可能能看到事物的这个外貌轮廓 但你永远看不到他刻意的被隐藏的部分到底是什么样的 还是挺发人深思的 另外还有像是鸽子停留在脸上的那个画作 叫做戴圆顶硬礼帽的男人 这个在歌词当中也是灵感一部分的来源 那玛格丽特的作品呢 他不但是不断的去挑战传统的思考模式 最主要是有很多的这个颠覆精神 所以即便他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 依旧是让人非常难忘的一种思想家的存在 也是周杰伦歌当中出现的第一个艺术家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艺术家 他也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画派的代表人物 来自于西班牙的萨尔瓦多达利 我们看看关于达利的歌词是怎么唱的 达利窍胡是谁给他的思索 弯了汤匙建议灵感不用还我 融化的是墙上的石钟还是乳酪 龙虾电话那头你都不回我 达利的照片我们看看大家是不是很熟悉 他最著名的就是标志的那两瓶胡子了 那么周董的MV里面找了一个外形 非常酷似达利的人来扮演 那如果你要让我说达利的一生呢 绝对是诠释了一个什么叫不丰模 不成活的那种人生 达利自小呢就显示出来 异于常人的绘画天赋 在六七岁的时候就能把一些风景啊 动物啊临摹都是栩栩如生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 他曾经很自大的说 我是一个天才 我在我母亲的怀抱里就已经意识到这个事实了 但是他的内心却有着极度的羞怯和焦虑的一面 那后来他为了克服自己这个 他认为是弱点的一个特点吧 他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很古怪的人 穿着特别的时髦夸张 然后就留了他那个标志性的两瓶上翘的胡子 那么后来到了这个二十年代以后呢 达利就到了艺术之都巴黎 认识了一群先锋实验艺术家 他就觉得一下是找到组织了 这就是当时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小组 那么达利在这呢 也是在巴黎迈出了他艺术生涯的第一部 其实要是讲达利的故事呢 一生绝对是充满着传奇色彩的 除了他的绘画呢 八卦也特别多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朋友欺不可欺啊 但是达利不管这一套 他直接是把自己好朋友的老婆给撬过来了 这是一个比他大十岁的俄国女人 然后呢 他还给自己的老婆画了很多疯狂的裸体画 就表现那种激情幸运的作品 然后达利到了老了之后呢 就是越老越疯狂的人 他曾经在巴黎街头遛遛动物 别人都是遛狗啊 他遛的是自己养的一个食蚁兽 绝对只有他才能干出来的行为运术 但他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特别的善于推销自己 所以媒体也很爱追捧他 然后他的钱也是特别多 当然最主要人家还是真的有才华吧 与生俱来的那种恶作剧一般的幽默 他可以把那种离奇的梦境的世界带到现实里来 大家看他的作品 你会发现啊 如果说之前超现实还是非主流的话 那就是在他这儿 把他变成一个主流文化的 那在这次周董的歌里面有一句词唱的是 融化的是墙上的钟还是乳酪 融化的钟呢 就是来源于达利最著名的画作叫做记忆的永恒 我身边有好多小朋友都曾经离摸过这幅画 软塌塌的一个钟啊 那么画面当中是平静荒凉的那种风景为衬托 然后呢是有几个柔软 而且是可以弯曲的正在融化的表 其实这也就是人类对于时间的思考 然后大家在看那个MV当中啊 周杰伦把他手里的勺子变魔术一样的变弯了融化了 当时上达利感觉看起来很瞠目结舌 后来他们就说这个可能就是来源 他的这个柔软的钟表 就是从周杰伦的这个勺子 哎灵感而来的 另外还有一个说这个打龙虾电话都不回 龙虾电话也是达利的代表作 他曾经在自传里说 我很好奇为什么每次我在餐厅里点烤龙虾 送来的却不是烤电话 这个龙虾电话是一个雕塑作品 这个其实就是达利最典型的超现实的这个物体相组合的例子 把彼此毫不相干的物品结合而成 这就是他们的先锋艺术 哎 真是这种奇特的思维呢 才能够诞生很多标新利益的作品 我觉得我可能思维太正常了 想到鼠标就想到电脑 想到纸就想到笔 只有把这种两个不相干的拧在一块 哎 才能成为艺术家 好 我们介绍到了20年代的这两位非常了不起的活跃在巴黎的艺术家 那么他的作品当中 周杰伦的这首歌里还有什么样的艺术故事可以解读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说 好的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周末尹文志的下半段 今天要和大家解读的是周杰伦推出的 先行曲最伟大的作品当中的那些故事 刚才已经讲了两个艺术家了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看到了这个华人面孔的艺术家 他叫做长玉 我们先来看看关于长玉的这个歌词是怎么写的 这两句是这么说的 浪荡是世俗画作里最自由不拘的水墨 花度优雅的双腿是这宇宙笔下的一抹 漂洋过海的乡愁 种在一无所有的温柔 寂寞的枝头才能长出 长玉要的花朵 那么这个提到的长玉是谁呢 他是中国近代的一位画家 是四川南充人 他当年是中国第一代出国留学的艺术家 最早走的时候是受到了哥哥的资助 刚到巴黎生活还算是十分优越的 但是后来随着哥哥的去世 他也慢慢的就没有了经济来源 生活变得比较窘迫了 当年的长玉和什么徐悲鸿啊 还有这个林凤眠啊都是非常熟悉的 但是大部分的中国人说起徐悲鸿画马人尽皆知 但说到长玉画腿确实好像有点不太熟悉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艺术观点和徐悲鸿他们这些是不太一样的 他在巴黎的时候呢没进美术学院去进修 他就是那种坐在咖啡馆里 一边靠《红楼梦》或者拉着小提琴 一边绘画的那种有点自由公子的感觉 还有长玉在艺术上呢一直是我行我素 追求精神的自由 他不媚俗 所以一生是那种桀骜不驯 不愿意为金钱所屈服的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困顿的 谁都想不到的是 他的这个旷世奇才呢 在生前默默无闻没有被发现 但是死了之后呢 作品却是频频的在各种展览和拍卖会上被发掘 现在长玉已经是艺术市场当中价值最高的20世纪的中国艺术家了 2019年的时候啊 加世德拍了一幅他的作品叫做《五罗女》 最后的成交价格高达三亿天价 想想还是挺大的一个差别的啊 所以歌词当中唱到 寂寞的枝头才能长出长玉药的花朵 这句词算是道出了长玉一生的那种心酸 在这个MTV当中呢 周董是给长玉辩出了一盆盛开的花 那其实这也是长玉题材当中经常出现的这个花卉的样子 然后MV里面演到长玉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之行 就把自己画的一个水彩的人像送给周董了 那画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典的这个女人的腿 长玉画女人的像呢 她画的腿呢 不是那种特别秀气的 往往都是非常粗的 所以也赢得了一个名号 徐志摩给起的叫做宇宙大腿 在歌词当中也有体现 花都优雅的双腿是这宇宙笔下的一模 提到了这个宇宙双腿这样的一个名字 我自己看完以后觉得挺感慨的 因为长玉生前没有任何的名气啊 谁都想不到在一个世纪以后 居然在华语歌坛当中有这么一首歌 提到了他的名字 也提到了向他致敬 而他曾经寂寞潦倒的生活 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却又被我们这些后人所得知 但我想以他的这种性格和为人处事啊 他也不会在乎加士德把他的作品拍了多少钱 也不会在乎谁是他的粉丝吧 好讲完他之后呢 我们又迎来了一位印象派的大师 大家看到这个白胡子的老先生 他就是克劳德·莫奈 莫奈实在是太出名了 我们看看歌词当中是怎么写的 花园流淌的阳光 空气摇晃着花香 我请莫奈帮个忙 能不能来张自画像 还说日出在印象的港口来回 光线唤醒了睡着的花枝 莫奈是谁 是法国印象派最重要的创始人 那他在绘画上最大的贡献呢 就是改变了阴影和轮廓线的画法 所以你在莫奈的画作当中呢 你看不到那种我们一般学画的那种明确的阴影 看不到那种非常清晰的轮廓线 他的作品里面光和影的那种混合是最大的特色 刚才歌词里提到的是莫奈说一生当中啊 有两个自画像 现在周董也要请莫奈来画自画像了 还有就是他的作品《异象日出》以及《睡莲》 周杰伦还是继续他的变魔术 在MV里呢 他的魔术变出的是莫奈最为昂贵的系列 《睡莲池》当中的睡莲 说到这个睡莲 相信是莫奈家喻户晓的一个系列了 我自己家里面那个沙发靠垫啊 还有小本子很多都是睡莲系列 在1883年的时候43岁的莫奈定居到了吉维尼小镇 那么这个地方的花园后来就被称之为是莫奈花园 他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之后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改造 在这儿开始种花养草 经常就是来画睡莲写生 创作了一批这个不朽之作 好的除了提到了这四位艺术大师之外 其实还有几位大师在MV当中是指纹其名 没见其人的 比如说马蒂斯 樊高 还有蒙克 他们的作品虽然没出现 但是歌词里面都有提到 我也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 像马蒂斯是法国的这个艺术家 野兽派的创始人 他曾经留下了不少关于海岸和海滩的作品 所以在这次周董的歌当中 有一句叫做小船进进往返 马蒂斯的海岸 就是暗示着他的作品 还有樊高就不用我介绍了 以前我的节目当中 已经有两次专门讲樊高的生平了 周杰伦的歌词里是这样写的 星空下的夜晚交给樊谷点燃 当然说的就是他的作品新夜了 新夜到现在都是备受我们后人追捧和喜爱的 当然我之前讲过 这个作品是当时在精神病院 樊高已经进入到晚期之后所创作出来的 画作当中我们看到的那些蓝色的圈圈 很多都是悲剧性的一种幻觉 是樊高内心的一种真实的感受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考古一下我以前关于樊高的故事 另外他还讲到了蒙克 蒙克是被唱名字当中所提到的最后一个艺术家 爱德华蒙克 歌词当中是这么唱的 梦美的太短暂 蒙克 桥上呐喊 这世上的热闹出自孤单 蒙克是挪威的表现主义画家 也是一个版画的复制将 现代表现主义绘画的先驱 他的那个作品呐喊 哦 就那个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无人不知的 这个就是非常鲜活的色彩和扭曲的空间的一种组合 我觉得和樊高的星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拿那种圈圈线线组合成的一个图 那蒙克曾经在一个日记当中写 当时他之所以画这个呐喊 灵感来源就是他有一天迎着这个落日散步的时候 突然内心感到一种忧郁 他想表达的就是那种被来自大自然的这种剧烈而无尽的呐喊 所震撼之后 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压迫和焦虑 哦 就是那个样子 那这幅画大家知道吗 在今年五月份纽约苏富比拍卖成交了天价1.199亿美元 哎呀太厉害了 真的是伟大的作品 好的 那我们继续说回来这首歌的后半段 后来周杰伦在这个咖啡厅里面碰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穿着中国传统的长衫 梳着分头 戴着这个金丝圆边的那种眼镜 这个人是谁呢 我们来看看歌词就揭晓了 歌词是这样唱的 草地正为一场小雨欢月 我们彼此深爱着这个世界 停在康桥上的那只蝴蝶飞往午夜河畔的肥冷脆 遗憾被偶然藏在了诗叶是微笑都透不进的世界啊 都要压这个蕴脚了 很明显啊 这个词里面提到的元素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现代新乐派的诗人徐志摩 像康桥啊 挥手啊 云彩告别啊 这就是在别康桥里面最经典的名句 还有提到的肥冷脆啊 偶然啊 说到的是他两个也是著名的诗歌 一个是肥冷脆的遗孽 另外一个就是偶然 哦 什么停留在你的波心的那首诗也很好听啊 那么徐志摩呢 是在1921年的时候到欧洲留学的 当时他是在剑桥大学当特别生 那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可能就是在别钢桥了 另外呢 就是徐志摩是一个真的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 欧美浪漫主义影响的人 所以他给我们后世留下的除了作品之外 更主要是他浪漫多情的性格所带来的和林徽因 陆小曼张又怡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啊 是现在的一个谈资了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考古我的节目也做过 但是既然周杰伦穿越到1920年的法国巴黎 自然是要有徐志摩来出镜 也要向他致敬一下的 好 讲到这儿这个MV就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整个剧情当中 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伏笔来了 刚才说了嘛 周杰伦在这次的MV当中呢 是力腰朗朗来给他客串 两个人中间有一段很爽的那个标钢琴的那个戏码 然后呢 当这些艺术家们相继出现之后呢 最后出场的徐志摩递给周杰伦的一个笔记本 上面就有刚才的那个每个艺术家对应的名字和图案 一个一个这么下来 但是最后呢 大家看到最底下右下角出现了一个钢琴琴键 但是在这边呢 却没有出名字是三个旺号 所以朗朗扮演的这个人是谁呢 他是穿越到1920年的当代的青年钢琴家朗朗呢 还是朗朗扮演的某一个曾经的伟大音乐家呢 MV在这儿呢 其实没有揭晓 算是一个伏笔 那大家怎么看呢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欢迎您来留言讨论 那讲到这里呢 其实整首五分钟的歌所出现的艺术大师们 以及他们所涵盖的一些比较特色的作品 我觉得已经七七八八说的差不多了 最后呢 还有一点时间 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对于这次周杰伦所发的专辑和新型歌的一些评价 怎么说呢 和很多网友一样啊 我觉得这首新歌确实是非常像周杰伦早期的作品 爱在西元前啊 夜的第七章啊 影子是无处不在的 但我认为呢 这其实也算得上是周董的一个用意吧 与其说是创新 不如说是写一首歌 对于自己过去特色的一个总结 毕竟周杰伦已经是中年人了 中年人就是喜欢怀旧的啊 最伟大的作品呢 是歌颂艺术的 也是诉说怀旧的 所以他会引得8090 有一种群体的这种集体共情 虽然有套路 但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愿意为这种套路买单的 另外呢 今天15号新专辑的剩下五首歌会全部推出来了 我估计吐槽会不少 但是我觉得吧 吐槽归吐槽 这个不影响大家去听这个歌的这种热情 其实现在总有人说啊 从流量的角度来看 周杰伦已经过气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过气的其实不是周杰伦这个人 而是整个华语乐坛当时的那种金曲鼎盛的时代 今天的华语乐坛流行的早已经不是当年的天王天后的那些金曲 而是网络歌手的神曲 如果说现在这个流量时代之前 我们把自己叫做歌迷 可以这么叫的话 我们很少去说数据是什么样的 很少去比较那个销量 比的都是这个歌会不会唱啊 这个歌红不红啊 但是如今是流量的年代 大数据主宰了一切 流量为王 我们看到的都是新一届的顶流 如何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占了多少热搜等等 所以对于周杰伦来说 从2000年初第一张专辑到现在 15号出这张专辑已经是15张了 不完全统计呢 累计的销量已经超过了5000万张 他的这个音乐发展史 是亚洲天王的成长史 其实也折射出整个华语流行乐坛的这个变迁 所以今天讲到这我还挺感慨的 因为我曾经是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啊 对于到来的新专辑 我依然是满怀期待的 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有过的才华和光芒 更主要就是我期待整个华语的乐坛 能够摆脱那种流量为王 听着让人上头的歌 走出那些网络歌手来控制一切的局面 这是我所想看到的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您对周杰伦的歌曲 或者我们本期所讲到的艺术家的话题 有什么兴趣的话 也欢迎您在我们的YouTube的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会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